中国古代史汉有两次请举国之力 是要灭掉一个国家 汉武帝是一次 举兵45年灭掉匈奴 另外一次就是隋唐四代君王 历史百年灭掉高国立 汉武帝灭匈奴的原因呢 大家都理解的比较多 频繁难下骚扰 就像立在头上的一把剑 不除就寝室难 那隋唐为何非要灭掉这个高国立呢 我国的东北地区啊 自古以来就有两大优势 一是有几块面积不大 但也绝对不算小的平原 可以自给自足 运营出一个独立政权 而是地底啊 相对离中原比较偏远 而且又只能通过一条狭窄的走廊 与中原相连 进可攻退可守 足可以自成气候 因此呢 东北地区自古就具备 搅乱中原的战力 甚至有资格逐入中原 事实上后来的其他女人 满清正前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杨健和李世民 都是极具战略远光的政治家 当时的高国立呢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成熟的国家体系 也不拿中原王朝当宗主国 他们关起门呢 自己玩自己的 以农耕为主业 一山修筑 无朔 一手南宫的城池 可以说是在东北 知凡夜贸根深蒂固 这是统一的中原王朝 不能忍受的 因此随朝的解决了南辰之后呢 随即发兵 从阳间到阳广 一共是四次出兵 攻打高谷地 每次发兵数量不低于30万 最高的一次达到100万之中 大家都知道 这四次呢都没有成功 最后还把随地国给拖垮了 后来李唐王朝建立了 唐太东 李世民 鸡平四方群雄 尤其是打垮突厥后 高谷地问题又一次摆在了他的面前 对于李世民来说呢 高谷地是一定要灭的 否则后患无穷 于是公元645年 李世民亲征高谷地 群帅十万大军 突如辽东 力求一战解决问题 不过唐军当时 虽然效果神战 在野兰中也是一少胜多 斩杀了不少高谷地军 但随着高谷地的兼壁青野 天气转冷无法再战 唐太东的这次远征的 最后也是失利了 唐太东撤兵回国后呢 认真总结了教训 他认为灭高谷地还需要长期战略 因此后来长期小谷部队骚扰 尤其是秋收的时候 让你一夜不能寐 消耗高谷地的国力 后来到了玄农时代 再次发兵十三万 一举击败高谷地 彻底的解决了高谷地 从李世民发兵的数量和采取的测量看呢 他甚至随朝因为战争而亡的原因 因此他每次发兵数量都很少 不像随朝那样 动则就是三十万一百万 李世民自己率军是十万 玄农十三万 兵贵神速 在京不在都 李世民真是历史上少有的一流的军事家 孙子兵法说呢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 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 意思就是说 战争是国家大事 是国家新王的紧要之处 是千万生民存亡的关键 是必须要认真考察研究的 战争可以击垮地人 但是也会耗散自己的国力 其实汉朝的衰落 正是从汉武队开始的 而随朝就直接因为发动战争灭亡了 最近二十年的美国也是 不停地到处发动战争 给了我们二十年的宝贵时间 有了崛起的机会 关注我 带你领略不一样的世界格局